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真实的状态出现在选择舞台 只为找寻现实生活中的真命天子 同时剧中的新贵人和复查贵人也现身演播室 他们专为好姐妹加油而来 节日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今天这期节目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有帅哥美女来临 我们要在这里为他们相亲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幸福的另一半 今天首先要登场的这一位 在她登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顿视频 刚才我们在这个《甄嬛传》里 这部电视连续剧里看到的就是齐飞娘娘 今儿齐飞没穿粉的 整了件绿的 掌声有请 张亚萌 你好 亚萌你好 小云台街 是这样的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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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和张老师 你好 王老师 可以过来握个手吗 是 但是他们又觉得自己是大明星 说来这儿以后万一找不着 多丢人呐 您这就带了个好头 对 这也是个人打个招呼吧 王党 你挡着光了 房爱正看书了 过去两年了这剧播 跟她现在肯定反差太大了 没有那个影子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女人的形象 亚萌 其实这部戏应该说 对于你来说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对不对 对对对 也是一个转折点吧 因为我之前停了八年 这个是八年之后的第一部片子 为什么要停八年啊 因为那时候没有经纪人 只是自己去跑足 我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去自己去推销自己 所以呢 然后就自己做的一个广告公司 你觉得做 自己做生意了 可是我觉得一个女人做生意得多累呀 对呀对呀 去担呼找对象吧 因为你想想啊 所有的男人都会觉得 哇 这是一个女强人 然后她就会近而远之 对不对 感觉是很不错 我觉得 其实我们说起心里话 我反正是心里多少有点压力 社会上可能评论说 人家社会地位什么呢 我不认为这个 如果她也认为跟我一样的话 那也许我们俩就能成为两口子呀 我们编导说 说你性格特别好 然后呢 说生活中也特别开朗 真的单身是吧 单身 不单也不能来 对 你说还是走一后门来的是吗 就是妈妈跟我们编导熟是吧 对对对 妈妈是不是经常看我们节目呀 妈妈很喜欢看你们的节目 嗯 七七不辣 当妈妈的更乖 我说怎么样 你们在你那个圈里具足有 有点好都在我帐签堂 这就被我们倒下了 文字幕重 Ron Ryan 因果实的 经常扬处理 看 Used Arabi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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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的呀 特别不走心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女生呢 就是如果娶回家 当老婆特别合适 真的 贤惠 这跟王伟念老师有一拼呢 这个王老师有一天 半夜一点钟给我打电话问 你在哪呢 我说废话 这点我睡觉呢 我忘带家门钥匙了 我说那你忘带忘带了呗 在办公室 你们保险柜里有一串 麻烦你去取一下 因为只有我有钥匙 只能我去 开一开 然后把他的钥匙取上 我说给他送去 到他们家门口了 他说 啊 那个我在咖啡厅 喝咖啡呢 我说啊 我说那您出来取一下吧 你带钱了吗 等我一进去以后 一看结六杯 我说他请别人喝咖啡 然后我去结账 你有这样的吗 我什么时候喝咖啡 掏过钱 有意思吗 其实您就应该 以后约着二姐去喝咖啡 喝咖啡了 我发现这女的长得还真像王岛的前妻 就是我想问一下 咱开玩笑不开玩笑 就是你要是找对象的话 类似于这样一款的 你觉得考虑吗 我觉得考虑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因为喝咖啡 喝咖啡都不用自己加钱吗 合着你们俩 我们一块去结账啊 来来来来 请坐 请坐请坐 王老师请坐 六年了 我们家有一块宝玉 王维念老师一直没出手 没准今天咱就出手了 对不对啊 再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爱谁来谁来 什么马剑的 什么饭剑的 那个 好 您想过听吗 想过 想过吗 哎呀妈 这坐在这儿是这种感觉 从来没在那 那个王老师 现在我要采访女嘉宾 请你认真听一下女嘉宾的故事 你把鼻涕擦一下 你干嘛要提醒我擦鼻涕呢 也就是说我经常流鼻涕 是这个意思吗 那个年纪大了 我也能理解啊 那个您不嫌他老吧 没 不是 关键是这样 北京电视台四人定视节目 是这样说的 年近六十的王维念老师 爬上了什么什么海拔的高峰 我没那么大 五十四了 我是出头 那也不像 那个你的年龄可以公布吗 因为来这个节目 我是七四年的 可以公布 在网上都有 澄清一下网上写的是七三 其实是七四年 我也澄清一下 网上说的是五九 其实我已经六八了 其实他的状态 我觉得在三十四岁左右 我想知道啊 怎么把自己这块保育 留到这个时候啊 因为 没等到好的男人们 没有适合的 你像我这么出色的男人 有多少 你能不能不说话 我采访你只能听 因为身边的朋友 还有是你的朋友 给介绍的 都很多 但是从来都没有 就让我心动的 我觉得我要找一个 就是第一眼 我觉得第一眼 让我心动的 这个是特别的 因为我们都是七零后 我七五年出生的 我是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 其实真的有一份感情的话 应该是非常牢固的一份感情了 我不知道你介意不介意 讲讲你之前的一个情感经历呢 工作的原因 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停了八年 也是就是跟感情经历有关 因为他对方觉得 你经常出去拍戏什么 没有时间 跟他在一起 或者怎么样的 可能就停了 停了八年之后 就是真的是 就觉得自己 那个梦想 就已经就是停滞不前了 可能性格上吧 他的性格是那样的 然后我会很急躁 也不是很快乐 因为我觉得 如果没有工作状态下 我真的是不是很快乐 不是很开心 因为我特别能理解你说的话 就是很多女人都会觉着 有了爱就有了全世界 起码在二十多岁时候 会这样认为 可是当我们有了爱之后 我们发现 确实这份爱不能代表全世界 然后你就会想念那个舞台 然后又想办法出来 但是我觉得你很幸运 遇到了这样的一部戏 当时怎么进这个组的呀 偶然的一个机会 就是亮剑的作者 杜梁老师 他要筹备一个戏 我们就在一起吃饭 在一起吃饭 杜梁老师说 我这边正好有一个电视剧 你过来 你有没有兴趣 演一个台湾间谍 那么我就去拍了 拍了之后呢 在这部戏当中 又认识了一个 我的一个就是经纪人 大姐 刚刚拍完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 哎呀萌 我领你去建一个组吧 我说是什么剧组 然后真款转 那时候真不知道会 这么火 要早知道我也去了 不认识你去了 只能演 扎皇上 谁说的 他们都说我长得像陈建兵 我觉得你像果俊王 那个王老师 我没别的意思啊 果俊王他还是 果俊王还是在 憧憬爱情的年纪当中的 一个男生 可能跟您不太 拍摄 不是 王老师 您竟然没有看过真还传啊 我特别想看 但是我实在是 没有办法承受 那么多集的 其实这 二姐 你送二哥套盘 好多 对啊 好多熟人 这个不瞒你说 这里边你们的那个 景熙姑姑 当年都是我在上海 演出的时候 我在上海说了一段话 他在底下是小朋友 他就在底下拿笔记 然后他就听了我的话 回去发誓 要考上电影学院 什么广播学院 最后就考上广播学院 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 筹备一个组的时候 他去试镜 试主诗人 那个孙茜是吧 孙茜嘛 他说呀 我就是听了你的话 才发誓要考上 什么广播学院 他当时那个本还留着 我们拍一个专题才去 后来你好好一不留学 也成万了现在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 您自己都不活呢 差不多活了 昨天那个全明星决赛 我拿的是二军 王老师记了以后 一直一路领先 没办法 但是到最关键的时候 他得了二 我本来是拿一的料 因为那些评委呢 我跟他们说了 我说是你们要是 敢不投我的票 你们爹妈得给你断绝关系 你知道吗 你妈肯定是中老年妇女吧 后来他们就都投我的票了 还真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 假如您领这样的一个先生回家 你妈妈会同意吗 不 不 我妈妈我觉得就是看我吧 这样这样这样 你帮我一下行吗 行 演一下妈 我不太会 我演妈呀 演一下呗 这怕啥呀 这你帮个忙 来来来帮忙 妈 来来来 你等会儿 你这些进门进门 你这些 你手有病啊 见丈母娘她们说都这德性 你咋 你看你太有经验了 汪老师 走 咱妈啥脾气 我妈 家门啊 什么时候进门啊 你打电话呢 快点啊 它都凉了 这是咱妈的声音吗 对 那个 好 待会儿我给你领一个一个人 挂了 我妈就这个脾气 她那个 没事 她不打人 不骂人 她折磨你 那我就放心了 我最不怕就折磨你开门 妈 这是谁呀 这个 妈心脏流发 不是 你同不同意吧 就这样子 怎么空着手就来了呢 一样 在 我钱包呢 我大哥你认识头一天一包钱包就拿了呢 那个玉琢手表 小心妈 妈 哎 这是给你老人家 哦 我觉得 这字太小看不见呢 几点了 给你挂个闹钟你大 行你给我姑娘买什么了 我全是她的 我家全是她的 你多大了 说真话说假话 说真话 真的真的 我博尔拜 妈 她说我28 你骗谁呢 她长得有点着急 妈 你多大 29 你看我们姐弟恋吗 哎呀 姑娘大了 我也管不住了 没 就是说你同意了 妈要不这样吧 你要觉得你女儿不合适的话 妈就我觉得跟你也合适 这什么人 但是我觉得你性格特别好 你真正找着了吗 我下一期来行吗 丢这么近了 非常放得开 其实她的状态我觉得在34岁左右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 但是我确实特别想知道你想长个啥样的 就这样的 就这样的呀 哎呦的天哪 你长这样的我估计好日子没几天了 我觉得找老公还要找靠谱的说实话 是吧 邓老师啊 对 其实演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荧幕中塑造那形象在人接触的初七阶段的时候老把那个形象跟他混 他这个角色先入为主你认为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角色 对对对 然后然后你接触的过程中你慢慢会觉得他怎么是这样他怎么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啊 所以往往给人运动很混乱的 所以我说他给文艺界带了一个好头 其实这个文艺圈子这个工作呢 由于呃它是一个临时性很强的东西 所有的剧组来的时候都是陌生人 刚熟就得散 你就不敢在这里边就过多的去拿这个时间去尝试 所以很多人就是一看就是那种非常熟悉的陌生人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工作结构呢 它导致很多人其实不断的会阴差阳错的 找不着对象啊 这个这个耽误了自己啊 所以说在这个影视圈子里头单身男女其实是挺多的 对 但是大家呢 尤其是有点名气的人呢 永远不愿意公然的告诉大家 我现在还没有 我想择偶了 但是我认为 呃像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呃大量的人走到选择这个现场来 而且我呃化妆的时候 两位在底下说是他们的谁的妈妈说呃 问说妈妈知道选择吗 知道啊中老年相亲节目 他们还在议论这事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我们这不是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 我们这是选择节目 哪个年龄段的都可以来 所以说 而且我们这个节目中已经有好几位 嗯 在我们这儿结婚了 然后抱着下一代来的 啊 就我们现在的选择二代 有七八个孩子了吧 差不多 关键是那孩子都得挺好几岁了吧 对 大部分都叫我爷爷了 哈哈哈哈 他为什么上这选择这来呀 他就想 不说得好吗 是吗 有两个人 在这儿 有一个人 就是这种朋友 有一个人 那是这种朋友 这种朋友 有一个是 有一个人 对 这种朋友 所以 我 有一个人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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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诚心的 离我对你道歉 你是迷你了 形容草原的清香 开始了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不行 王老师 你们就单位过日子吧 还可以浪费什么时间 第二个你家居上场 真的挺好吃的 王老师啊 这样的一种娱乐方式 会影响人的前程 电视机前多少眼巴巴的男人 好不容易等来一喜欢的 最后还被王老站上了 所以我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刚才唱 请问不要嫁给别人 叫嫁给我 什么带着你的嫁妆 还指我们俩 妹妹 对 带着你的妹妹 带着你的嫁妆 把那个马车也赶来 想的太多了 妹妹们都有人了 我还挺高兴的跟他跳 然后突然来个指个妹妹 是不是你都跳戏了 对啊 所以王老师 你歌词就那么写的 带着你的妹妹 带着你的嫁妆 你别看我俩 钱少了我不干什么的 对啊 那你一直也看着我呀 你知道我有没有 你直接指他了 靠十番 带着你地地地 带着你地大爷 只要有一个好的男人 能带着他玩对了 这个女人非常的配合你 刚才看王导带着他 就是说唱歌跳舞也好 你看他配合的非常默契两人 今天我觉得这一介绍完 我怀疑很多男嘉宾 还有包括电视机前的很多 先生都会非常喜欢你 我觉得你性格特别好 一定要保持 就保持这样 你的戏路一定会大开 来一号男嘉宾您好 我都忘了 还有男嘉宾 那还一堆人呢 你看一会上来收拾你的吧 观察室的小哥们 别跟大爷介意 没别的意思 就闹着玩的 一号男嘉宾您好 你好 这个今天来到这里开心吗 非常开心 你觉得刚才那节目 演得怎么样啊 非常的好 生气吗 不生气 二号男嘉宾您好 你好 你好 声音熟啊 我们俩见过吗 见过 您是上次迟到的那位吗 对啦 你看看 我都能听出来 今天听说您第一个就赶到了 站了挺长时间的 是吧 好 三号男嘉宾您好 你好 妈呀你够温柔的呀 您能大点声吗 你好 我很好 您今天来干嘛来了 你来了 我觉得这个演太监没问题 直接就可以上手 先生 您是心情不好吗 所以刚才我乐半天了 二号说你最好严肃一点 像这样 他太不严肃了 我很有意见 我对你们这个 就是说对小这位男嘉宾 他很影响到我 屁边呗 那这个男嘉宾对这个男嘉宾有意见 你知道吗 我这个音乐呀 他这个影响 我老乐你知道吗 控制不住 我我也是 我也特别爱乐 他们都说我这老傻笑 您觉得呢 是我咱们刚 什么叫是 是 乐点好 乐多善良啊 是吧 我自打跟你上期录完了以后 我的择偶标准都变了 择偶标准变成啥样的了 年龄在二十到五岁之间 身高一米四到一米八 二十到五岁之间 二十到五十岁之间 二二十到五十 吓我一跳 我说你这些疯了吧 可能往回走啊 对 不是您您多大年龄啊 我啊 四十六啊 您说录完我们这节目 择偶观都改变了 说明您看到我们现场 很多人都在开心 你也很开心 对不对 对 你们三位今天谁最开心啊 一号最开心 一号先生您好 您好 准备长啥样呢 一号先生 就是那个咱们现在的女嘉宾这儿了 哇 一号男嘉宾勇敢地表达出 对张亚萌的喜欢 上场之后 他将如何打动心仪的女士呢 而作为特约嘉宾的张亚萌 做到了观众席 他能否接受男士的一片真心呢 掌声有请一号先生 您好 您好 您今天穿这身很帅 生活中就是这样吗 应该是这样的 您别老往台下看 您先看主持人行吗 好的 也就是说您觉得我们这位特约嘉宾 很适合您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就觉得他的气质 而且他长得也非常漂亮 你觉得我长得好看 还是他长得好看 都好看 别人只能选一个 那我还觉得是他好了 用我衬托你 我很高兴啊 有品 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号先生的基本资料 一号男士苏奎瑞 46岁 黎毅 餐饮部门经理 河北人 满足 身高1米8 满足啊 对 那你应该对宫廷系很熟悉了 还行吧 听说您上次来的时候表现特别好 一般吧 一般 我听说不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次的视频 大家好 我叫苏奎瑞 今年46岁 李毅 在北京一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做管理工作 我热爱生活 积极向上 热爱学习 热爱工作 真诚善良的我 来到选择 希望找到我的另一半 我的择偶条件是 年龄在34至43岁之间 温柔善良 有素质 有气质的单身女士 我妹夫 就是因为她这个有病 我在早上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他们村里来说 跟我说 谁啊 就是我妹夫叫李常丽 说这个常丽 就没气了 说这些里话 她是我一个妹夫 就像我一个亲兄的一样 我妈妈现在都不知道 我爸爸也不知道 为了能让两个老人健康 可能一直到瞒着她 到现在他们都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知道他们肯定 他老姑也肯定疼她 她肯定是着急 可能这样呢 会给老人增加一些负担 就为了让她更健康 算了 就不告诉她了 我先要认真地介绍一下 一号苏先生 上次录节目 看得出来是真情流露 其实一号苏先生 今天来这录像呢 对他来说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今天下午 本来要去签一个 非常重要的合同 对不对 就是参加一个会议 刚才看到这一段 依旧觉得内心感动 是的 当时您说的是妹佛 对 也就是说家里边 其实您算是顶梁柱 我们家里就是姐们比较多 但是我们这个之间 那个处的关系都非常的好 对 上次录完节目之后 对您的生活有变化吗 有变化 我听说上次一录完我们节目 选择给您带来一点好运 对吗 算是吗 是的 听说我们录完节目 当天就有改变 当天那个录完节目呀 晚上回去之后 跟我们老总在一起吃饭 我们老总就跟我们直接说了 说这个可能今天要分区 这个分区管理 就您升职了 就算是吧 您现在管理多少家餐厅啊 现在就算这个六家 那多忙啊 我们就是一般的巡视 如果说哪个店 如果我忙了之后 我们就是坐店 如果不忙了之后 我们就按这个周期的去巡视 包括还有这个和这些个甲方啊 就是说有些个什么会议啊 需要我们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再上下来之后 再帮着公司 公司那个其他别的部门 协助他们处理一些工作 就这些事 明白 也就是说其实工作还是比较繁忙的 对 因为六家餐厅 我们要知道您可能每天要处理不完的事 是的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特别好 就是您的这种和人打交道的能力必须得非常强 必须知道该低头之后得低头 对 要不然的话很多矛盾是没有办法化解的 对 第一印象很好的 挺好 是您喜欢的类型吗 应该是因为我喜欢比较胖胖的男人 其实我在乎性格会比在乎形象要多一些 家里边老人支持您来这里吗 支持 爸爸妈妈 对 我爸爸今年那个87 我妈妈82 他们知道您来录节目吗 我跟他们说过 老人挺支持的 完了之后身体也不好 就希望 不管是说从个选择还是朋友能够尽快找到自己的爱人 然后能够早日成了家 挺孝顺的一个男人 挺靠谱的 我经常特别相信编导的第一感觉 因为其实我们跟您接触咱们都是萍水相逢 但是编导在之前会有很多时间跟您交流 编导呢 对您的印象是这样说的 第一靠谱 第二说您诚恳 然后第三呢 说您是一个工作能力非常强的人 你这工作能力有多强 我觉得您得展示一下 我是一个员工 苏经理 今天我得跟你说点事 没买 你坐吧 他像总经理 对啊 哪有员工这样 对啊 我看他的员工挺牛的 你的员工能这样对你吗 这样的员工我可能接受不了 你就把他开了是吧 去团类的教育教育吧 两件事 一个事不干了 第二个事 干可以 你得把那个姓庄的给我开了 您不干 这个是可以的 也尊重您的这个自由 那如果你们两个之间有矛盾 咱们可以去这个 去谈一谈聊一聊 可以去化解 你不能说因为咱们都是同事 说我们都是在打工的 对吧 我们都是在这个一个公司工作 我先跟你说 你先给我评评在理 你先不要讲什么 这我就 不待见你们这些经理动不动 就讲的是大道理 你问我找了个女朋友 我刚刚认识 他就跟人说 说我50多了 我是50多吗 不是 对不对 我不就是50多点吗 对 他为什么要强调 我是50多的多的 到底是多还是多 还是多的多 对不对 他不就是意思 就是说我跟人不合适 他自己是有家的人 他有老婆老婆长这么高 有意思吗 没意思 没意思吧 你能不能打个电话 跟我说一下 这个人以后不要这样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 你的工作我可以继续干 这个您那个先消消气 我特别难受 不是啊 您啊 黄老师 这个您先消消气 您看我跟您说啊 我消得了气 您先别着急 这可是什么 长得性 比我皮鞋都难得 是是 他很难看 说做了我们同事来讲 哎呀 就是说 他就过来了 就说说您什么呀 他是有他的这个言论 然后呢 到时候啊 我们会找他单独谈 至于您这话这呢 说是这个 至于您交女朋友 那是您的自由 只要说人家对方 喜欢您 对吧 然后您喜欢对方 这是婚姻自主 恋爱自由吗 对于他说的 我没听见 所以说我还要找他去谈 我们是同事 我们要团结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就喜欢你 你就见到你的劲儿 苏总这样吧 下一次我那女朋友来的时候 你就跟他说一下 其实我这人挺好的 是吧 就不到50呢 你这么跟他说 那怎么样 行 先把我这婚姻给弄成了 然后我办事的时候 咱们单位给出点钱 打个五折 怎么这事就先先 没问题 你也没媳妇是吧 咱俩都是 我女朋友跟你谈话的时候 你可不要跟他眉来眼去的 那肯定不会 我对你是最不放心的 肯定 没问题 那就这吧 经理 谢谢你 好好安心动作 好不好 然后有什么问题 及时反应 我们会及时处理 老庄那人 他惦记你的位置 没关系 说我这个位置 谁都可以 谁都可以竞争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先安抚他的情绪 然后再跟他讲道理 雅蒙 您对我们一号先生的 第一印象怎么样 给我的最深的印象 就是特别孝顺 您会考虑吗 不排斥 黑先生 怪不得你老往下看呢 我估计你根本就没记住 我长啥样 全记人家了吧 当然你记住 我长啥样也不重要 来 回头看我 刚才我们那位雅蒙 头发到哪个位置 头发到他的后背 这个地方 什么颜色的裤子 绿色的 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手势 一个手镯 什么颜色的手镯 应该是翡翠的吧 冰种呢 还是懦种呢 这个我觉得 应该是冰种的时候多 是冰种 因为冰种呢 这个很昂贵嘛 有的很多的这个手镯吧 他这个非常贵的时候 他也舍不带 怕碰碎了 好 他穿什么颜色的鞋子 鞋子好像是一个 就是说是 脱根的一种 那个鞋的颜色 是有点 还有点不太记忆 不太清楚 很好 在刚才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给他一点掌声 为什么要考察这个 往往一个做领导的人 他会非常关注细节 记忆力 就是他一打眼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他基本上 刚才我觉得说的 非常的清楚 哎呀 这有点意思啊 嗯 难难你吧 想象一下啊 我现在就是他 嗯 想象不出来 老公开门 做饭了没有 嗯 做了 做啥饭了呢 做的你喜欢吃的菜 又饱了一个汤 擦一下 来一会儿有演出 好了好了 特别烦你 哎 老公 你知道吧 我们剧组啊 来了一个导演 一个副导演 哎呀 老是那种 那种眼神看着我 哎 你知道他啥意思呢 因为啊 你长得特别漂亮 很有气质 所以说被男人喜欢 这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你真心喜欢我就OK了 哎呀 老公 我妈最近吧 买了一套房子 就我弟弟也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我的钱吧 就不够了 老公 卡 刷点行吗 嗯 那你想 刷卡是干什么呢 买房吗 就给我妈 给我弟刷 可以啊 刷完就可能就刷没了 没有就没有 我们再努力去赚吧 因为我们的 你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 你的弟弟也是我的弟弟 那我们都是有这些个亲属关系 和亲亲关系 那我的钱可不是你的钱 咋地的钱 就是我的钱呢 这个你的钱可以不是我的钱 但是我认为我挣的钱 应该是有你的一部分 哎呀 那我去送钱了啊 那你不吃饭了 饭都做好了 哎呦 碗花爱死你了 说话是很有道理啊 一套一套的 是吗 但我不知道他在生活里面 是不是对别人的约束 也会很大 刚才这个过程 加分了还是减分了 加分 我觉得是一个居家的好男人 在哪几个地方加分了 刷卡的时候 没有 我觉得他擦鞋的时候 我很感动 真的是 真的是 他能够为一个自己爱的人 可以做任何事情 能够蹲下来骑马 对 对吧 这第一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呢 就做饭吧 你是真会做饭吗 对 我是干出师出身 随着年龄大吧 因为为了后半生打基础 所以说要做管理吧 做管理就是没有体力劳动了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脾气特别的 特别好 而且特别有耐心的那种 不管你身边爱的人 怎么样去闹 怎样去 你都特别有耐心地去 劝导他 去安抚他 我觉得要给他过日子 家务事 亲朋好友这些关系 我觉得应该是特别好 好交流 跟他在一块生活应该比较省心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其实这位先生刚上场的时候 这位女士 我从你的眼神里头 我觉得你几乎是没有感觉 但是很快 我们的交谈 我们的交流 我们的对他的这种 这种测试呢 你会发现 其实这样的男人 原来不是我 第一眼看到的那种感觉 就很快对他 他有了一种颠覆性的那种 是一个很有内涵的男人 是吧 对 所以说 你要是哪天有点什么事啊 你得好好谢谢我 那演员肯定不会跟他在一起的 两次标语 我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 这位先生 他无论在工作还是家庭中 他采取一种方式 就是无论你怎样 我就是我自己的状态 我的状态就是客客气气 然后你要是真说过日的过成这样 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一直在说那句话 您在生活中 不完全是现在在台上的状态 我相信比这个 可能要更加的离人近一些 您现在给人感觉 就是很有礼貌 而这种礼貌会使人产生距离感 我们今天看到 都是他对外人的状态 我相信他对家人的状态 还会有另外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就想问您 上一段婚姻是为什么结束的 两个人嘛 就是也有这个吵吵闹闹的 后来这个实在是这个 性格合不来 哪年结束的 09年的这个3月6号 我们正式办的这个手续 是您提出来的吗 对 婚姻持续了多少年 应该挺多年的了吧 11年吧 我结婚比较晚 对 有孩子吗 有 有一女儿 女儿现在跟着妈妈吗 对 女儿跟你亲吗 你觉得 挺亲的 那个有时候回去之后 有时候打电话 这个爸爸给我出话外 有时候这个从口口里边 告诉我说是学习 怎么怎么样 我一般的很关注他的学习 就是说什么呢 你要什么可以 说你玩游戏 也是一种放松 只要是你这个把学习学好了之后 你要什么 我这是给你的奖励 因为去年过生日的时候吧 我给他买了一支这个派克钢笔 我说这就是给你的奖励 你拿这个笔 第一不要丢了 不要弄坏了 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你要永远地把它这个保持下去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现在生活挺孤单的 虽然说工作很繁忙 但是很孤单 因为你看爸爸妈妈离得很远 然后女儿也很远 挺需要一个跟您能聊天的人 是的 但是我说一句现实的 亚蒙确实很好 可是我在想 假如你娶了亚蒙这样的女孩子 就有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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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没有时间的时间 说长就是长 包括吃饭的时候 他都没有一个这个真正的这个时间段 所以说他回到家了 就想躺着这个歇着多睡会儿觉 缺觉 一个是比较这个挺累的 所以作为我们这个一个亲手来讲 那我们做好一个后勤保障 对吧 回去我们把家务做得好 做好一点 是 然后让他回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好好休息 演员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飘的一个职业 他经常要出差 其实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够有时间能陪护他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一号也非常忙 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人可能又是各自忙各自的 然后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肯定会比较短 好 那马上一号女嘉宾就要登场了 您觉得您是情有独钟呢 还是跟一号女嘉宾交流交流再说 那就一号女嘉宾吧 一号女嘉宾您好 王峰您好 您好 您对我们一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您觉得假如您要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 合适吗 嗯 觉得还还比较合适 因为现在先生呢 看他这样呢 特喜欢雅蒙 没关系 本身就是一个缘分 互相选择的一个问题 我可以知道您的年龄吗 嗯 我今年三十七岁 三十七岁 那你可以管我叫姐 管她叫哥 管她叫叔 好吗 好的 好 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士即将登场 这个看似柔弱的小女人 到底经历了一段 怎样令人心碎的故事 一号男士将要面临新的考验 一边是有缘相聚的一号女士 另一边是心中的女神张亚萌 她的心意会发生改变吗 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您好 小姐姐您好 特别喜欢你的主持风格 真的呀 是吗 叫姐叫姐 一句叫姐 王冯姐您好 这王叔 王叔 您好 终于见到你了 你装哥哥 给你介绍一下一号男嘉宾 请坐 在北京生活多少年了 有15年了 15年 就是1999年来北京 对我刚大学毕业就过来了 那我们俩是一年来北京的 我也是99年来的北京 对 您在北京做什么职业 我一直在日资企业做人事工作 是人事经理吗 对 哦 我叫胡小慧 我来自江西 今年37岁了 目前我在一家日资公司 从事人事工作 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像一个女强人 其实我内心我最清楚我自己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 如果是工作跟家庭两者相选其一的话 我肯定会选择家庭 甚至选择做一个家庭主妇 其实我老觉得做人事经理这事挺累的 那个琐碎的事比较多 而且也不显成绩 嗯 然后但是又得要默默的做一些后勤的支持的工作 要做很大量的这样的工作 明白 职业女性的性格 性格还可以吧 然后外表也挺行李的 然后着装呢 简洁明快 在生活中您觉得您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我的性格非常随和 嗯 然后会尽量的就是跟别人交朋友的那种性格 您觉得您的性格跟这个先生非常合适对吗 因为刚才在那个幕后有听他讲解 我觉得他说话的那个道理 就是他很很多很明白这些很多道理 嗯 就是他可能是有一定的阅历的 所以他才能总结出这些道理出来 我是觉得您会不会觉得年龄有些差距 三十七岁四十六岁 会不会觉得年龄差距大的一些 有超出我的那个想象的范围 你看他们俩 也就差十岁 你这差距得像两代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要考虑这个差距 嗯 是吧 庄老师 对 我估计我到五十出大头的时候 也不会像他长成这个 一号先生 您对我们一号李嘉宾印象怎么样 挺不错的 你这说话得注意考虑台下某些人的心情和状态 您对一号李嘉宾印象怎么样 我如果要是这个男的 嗯 转舵 对 马上选择一号 对 因为因为你马上要清醒清醒了 对 你齐飞直播人家是来给你课的 对对对不可能 课长穿下 选一个实在在的适合自己的 嗯 最重要 嗯 还可以 换词了 对 好 交流一下 开始 您是做这个人类资源管理的 对 对于人类资源管理我想就问一些工作的事情吧 嗯 现在好多的这个员工啊 他都觉得哪个钱高我想上哪去 所以说离职率很高 像这个情况下您应该怎么处理 每个人可以选择他自己的那个适合他自己的平台 这是他的自由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尽量的把我这个平台做好 让这个员工热爱我这个平台 嗯 这是我想做到的 嗯 在我从事的这个人事工作 嗯 九年的生涯当中 在我手下 就是说让我劝退的员工很少 说明你工作很细细 谢谢 他突然出了你面前 你可能是说很普通的一个女人 嗯 但是你听 你刚才我这么注意观察哈 嗯 他属于天内内看的一个女人 我不知道你的视角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他那腿不好看 他首先挑的不是绒帽 啊 是腿 啊 我腿 你看看 那我问一个问题 嗯 真的啊 因为我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嗯 这样的话就是能接受别人有带一个孩子的这样的生活状态吗 嗯 我还是介意的 嗯 那行了 没问题了 嗯 好像这个男士很介意对方有孩子 你不希望对方有孩子是介于什么考虑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爱心 我们并不是这个没有就是这个这个不喜欢孩子 嗯 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什么呢 说这个孩子要是小的话 你不管 人家别人会有想法 说你不是亲 你看到着他不是亲爹 哎 然后他这个什么事 不对我们不问不问 然后说你管严了 哎呦 你看是不是不是你亲生的 你对我们孩子这么一样 所以说做起来之后比较很难 所以说我不是说不喜欢孩子 其实我挺喜欢孩子的 你这个想法一点都没有错 其实对于对方带着孩子过来的这件事情 呃 大量的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的问题导致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糟糕 我觉得还是演员 如果要是说咱们先有这个条件 其实一切都可以容忍 可能这位先生一直没太好意思问这位女士的婚姻状况 一会我们来讲 其实这位女士我确实觉得经历了一件人生的大事 我确实觉得很不容易 咱们这样啊 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先生 您有没有爆发力 游戏规则介绍 根据题版所显示的词语 男士用动作或者声音对女士进行提示 但是不能说出词语中所包含的字 女士则根据男士的提示猜测题版上的词语 以此判断男女嘉宾的性格和两人的默契度 好 我 鞠躬尽瘁 他做这个游戏 所以说就是表现成他这个性格一直是非常稳重的 他放不开 游戏表演这种东西 你必须得放得开才能表现出来 你看 他肯定猜不出来 这也不行 我给你表演一个 你经历一下 第一个字 五 第二个字 五 五 五体投地 哈哈哈哈 好 再试一个先生啊 九 三 九 四 鞋 鲜花木放 哦 这个感觉特别好 一刀两断 一心二意 有一心二意这词吗 那理解你还挺好的 他一直在积极的去向 往给男方生人靠 对对对他在配合的 第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 二 那不是一白两二吗 一开 开前面有一个字 我们经常说什么开 中国的有一个硬币 一什么钱 一分两散 最后一个字是二 最后一个字 就不告诉你 算了 一二 好 最后一个 哎呀 这好 这个我最不擅长了 第一个是 一 一 第一个字 不是 就大家都坐着 是一 一牌 对 牌 咱们那个靠这个 切红岛有一个叫 什么关 第一个字 山海关 山 对 排山倒海 哎呀 你看 你只要这个 他慢慢越来越好 两人就是 可能 对对对 你觉得他们俩有默契吗 有 刚才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 先生在肢体上 其实并不是最擅长的 对 而且呢 他这人不耍小聪明 你像我们那个吧 都属于小聪明 其实这个游戏 先生没玩过 所以他最开始的问题 他出现在不懂规则 他在寻找规则的过程中 在排山倒海 这个环境中 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 他一旦懂得规则 他会迅速的 用他自己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这个游戏 我们为什么要在 这个舞台上做游戏 游戏的目的 并不是我们说娱乐 大家看上乐 并不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能够看到 一个人的性格 和一个人处理问题方式 和他思考模式 他后来他找到了 一种思考模式 他很快 这个过程不是 光考验先生 我们同时在看 两个人的匹配度 也就是说 你能不能快速的 从一个陌生人那儿 领会陌生人 陌生人的一个意图 我们在人际沟通的过程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往往错误理解 别人的意图 比如说 这位先生刚才说了 我对有孩子这件事情 是有一些忌惮的 那么这句话 我们如何去理解 我直观的理解 带我情绪的理解 希望好 他挑我有孩子 他认为我孩子 所以不行 那么这个男人也不行了 那么问题是 我们如何从他的语气 和他的这种 平时的表现中 看到他这句话的背后 到底他在乎的东西是什么 他是怕麻烦 他是怕自己做不好 他对自己要求很高 如果我要做一个爸爸的话 我就一定要做一个好爸爸 如果我做不到 那我宁可躲开 我不招这个事 我觉得跟我应该挺合适的吧 是啊 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负担 因为我孩子也都大了 参加工作了 对于他们两个人刚才的这个对话呢 我几乎依然还认为 是这位男士对这位女士的出现 似乎好像还不完全是他想要的那种 我认为刚才王芳有一个重要的提醒 就是你都想清楚了 你千万不要认为一个演员的这个生活 确实会很麻烦 但是你也千万不要认为 这个一个演员的生活没有那么麻烦 比如说我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也看着你老婆跟另外一个男人在屏幕上狂吻 你能接受得了吗 这个未来艺术 这个像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 我是但是我也接受不了 感情的东西本来就是很自私的 他的内心当中 所以用我的这种感情 这种感情多是什么 我学会和你合作这种感情 我每个人都没用 他们都没用 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人 但我很好 我最吸引人 一定不太 Member 我自己功会 我每个人都没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好 再见 掌声欢送一下一号先生 对一号女士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应该对那个叫 那个 赵亚萌 对 先不说她的职业 我觉得她这个人的气质 还有她的这个身材 我是还是比较喜欢她 说我喜欢你 我就是喜欢你 说你不接受我 你有拒绝我的权利 但是我有追的权利 但是我也有接受和被接受和选择和被选择的权利 今天来到这里 我相信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挑战 太大的挑战了 什么时候觉得要给孩子找一个爸爸了 因为孩子她爸过世已经第三个年头了 然后也是最近开始有这个想法 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孩子 经历了那样的一次人生大事 一定在你的心里边充满了遗憾 就这样一个人就走了 我们在见到这个女孩的时候 也为她拍摄了一个短片 一起来看一下 我来北京有15年了 来北京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南昌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要在北京发展 所以她把我带到了北京 但是两年前我的爱人不幸心梗过世了 一度曾经非常幸福的我 一下子跌入了谷底的感觉 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的调整 我已经逐渐地从这种悲痛的感觉里面走了出来 因为人走了不可能再回来 所以我也尽量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然后积极地工作 也是因为单位的热心人比较多 然后鼓励我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找到懂我爱我的人 刚才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心里难受了一下 你一个人坐在海边 面对大海 其实你是随她来的伟方对不对 对 本身在江西我也是有单位的 然后我来北京就意味着我要放弃那边的所有的一切来北京 我特别想知道 对你来说 你认为你们俩的爱情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她走那天我没陪她去医院 这是我当时的最大的遗憾 这么年轻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状况 她是做计算机那个IT行业的 当时那个年可能那个时候她可能做的那个顾及的事情比较多 然后很多朋友去拜托她帮忙去解决一些程序上的事情 她这人也比较那个就热心 包括她的送别会当天也有几千个她的微博上的网友 都是自愿来参加她的送别会的 所以我觉得她有非常好的人格魅力 我非常欣赏她这一点 我永远在心目中她就是在我心目中就是永远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去钦佩的一个人 她心甲没有前照吗 没有任何前照 她当天早上没有说她不舒服吗 她当天早上说她嗓子疼 她让我帮她那个找止痛药 然后因为她是在前一个礼拜的时候 刚刚那个感冒过 所以我心想这才隔了十来天怎么又感冒了 你有点埋怨她 我还有点埋怨她 我说这身体怎么管理的 然后我就跟她说别去吃什么止痛药了 干脆去医院看一下 结果你没陪她去 对 因为那天有约了那个孩子的一个公益活动 我必须得带着孩子去跟别人约好了 我不好那个爽约 然后我当时还问她你一个人行不行 她说没问题 但是她去了之后 我中午我中午回来的时候还回来晚了 那个她还仍然等着我回来吃饭一块吃饭 这是你们最后的午餐吗 她没吃上 我在厕所给我儿子洗手 厨房就在洗手间旁边 也就是说回家里面还是说话的了 回来了她还没事 她倒在我面前 她连饭都盛好了 就没吃上 那个碗打催在地上 我当时发现在做尸检的时候 我发现她嘴巴上有一道口子 竟然没有血流出来 那说明她当时已经 心脏已经骤停了 就是血液已经迸发不出来了 嘴巴上面这种 就是被瓦割烂的嘴巴这块的地方 都流不出血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遗憾 可能每个人最至亲的人过世的时候 都有这种感觉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 我为什么没有陪她去医院 我为什么不帮她去挂航 这个女人非常真诚 是很坚强 很善良 我特别想知道你的婆婆 她的妈妈 没有走出来 怎么过这个关 所以我每年我也会回去 至少三次去看她们 然后去安慰她们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安慰好 我自己 我也没有太大的力量去安慰她们 她这辈子可能很难走出来 每次见到我都要哭 每次见到我都要流泪 但是她唯一希望的就是看到她的孙子 我就觉得我有义务 我必须得带着她的孙子去看她 你想的非常对 因为可能你这样的一个举动 成为老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动力了 人生在世啊 就是好多的东西就是 该来的你躲不了 该去的你也留不住 现在谁帮你带孩子啊 父母帮我带孩子 孩子肯定特可爱吧 对 我觉得因为她爸爸是一个头脑特别聪明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我孩子应该遗传了她 遗传基因好 基因好 所以这一点还比较让我宽慰 我孩子很在乎我的态度 就是如果我要是不高兴 他就会很积极的来维护我 就是让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对他发火 因为他这么听话了 我要再对他发火的话 就太对不起他了 我特别能理解 虽然说孩子不知道父亲已经离开了 但是我相信他幼小的心里一定能感知到 这个事业都是妈妈在趁着 所以他更得对妈妈好 我确实觉得你很不容易啊 但我也特别欣赏你积极乐观的心态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向前看 一号的嘉宾说他非常坚强 我是非常赞同的 不体现在他的语言上 而且感觉他的精神上也确实比较坚强 您好 对他的这一段非常了解对吗 他曾经带着了他的爱人和孩子 一起去我家做个课 作为我们都难以成熟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 这样一步步走过来 一想起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悲哀 介绍一下这节目 我跟小慧认识有20年了 在我的心里呢 他是我人生中 我认为是最善良最贤惠的一个人 特别适合做人生伴侣 我特别希望能通过选择这个栏目 就是还让你在惦记着 放下一个人 接纳另外一个人 其实这种交换也是很痛苦的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它和恋爱 重新开始找回一个对象 恐怕增加了巨大的难度 因为那个重新开始的所有的感觉 是提供给你和你的家人 包括你的孩子 这就是很多男人 为什么说害怕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特别希望 电视机前有责任的人呢 对这个东西首先给予理解 其次 我们要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 而且我觉得孩子还小 其实五岁 他对父亲可能还没有那么深的 是好事 对 带孩子就是一方面 但是我觉得他 我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一号男嘉宾的心还在这个 也不是 我跟你说这些东西也不是 我就觉得既然来了之后之后 你就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一号先生您好 您好 这个您现在选择的苗头转向了吗 没有 还往观众席上小绿那转呢 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 待会再告诉你 一号先生您今天心情怎么样 挺好吧 我相信三号先生 三号先生您好 您好 这个您愿意做我的嫡妻部队吗 给你透露点小秘密是吧 是是是 您觉得一号现在心情怎么样 啊 我要说 他其实看着很沉静 他下了以后他很激动 嗯 刚才他的心啊还留在这个 你说对了 就在台地形呢 啊 那您呢 我呀 嗯 一会我上去告诉你吧 刚才编导发现一个问题 嗯 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什么问题啊 我上台告诉你 哎呦看出来了 今天的所有人都跟我卖关子哈 哈哈 你有什么才艺吗 啊 我想给大家朗送一首诗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缘的灵霄花 借你的高知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音重复单调的歌曲 你必须得听完它前面的故事 然后你听这首诗 就有一种一种感觉 天迟的位置 足下的土地 谢谢 学过一点朗诵是吗 嗯 其实我的专业是新闻专业 波音吗 学过波音是吧 也学过波音 对 但是一来北京 就把老本行给丢掉了 嗯 你别说你还真挺有那气质的 不知道此时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这个心情如何 他不会也奔台下去吧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您今天给自己弄跟彩虹似的 红鞋 像黄衣服 本命年 哦 本命年 穿红鞋走红路 彩虹 对 您就当彩虹吧 您看您的赤城黄绿青蓝子也快了 对对对 今天没迟到 今天来早了 上次为什么迟到了呢 上次确实感觉到挺没什么的 然后说 睡过了 对啊 上次比较内疚 嗯 表现的不是特别的顺畅和放松 来 我们看一下 上一次男嘉宾来这里的一些资料 你说一号男嘉宾怎么能不来呢 可能我比较相信缘分吧 如果他今天没来 如果他看到这期节目的话 我想他会 他会后悔 但是呢 我想他会 如果他要是看上我的话 他会联系我的 你相信缘分 对不对 对 我比较相信这个 接下来 该下一位嘉宾登场了 那儿到站了一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一号男嘉宾 掌声有请男嘉宾 哎 您好 见过 您好 您好 好久不见 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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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七正伟 来自一家国企北京人 业余爱好呢 是喜欢户外运动 希望来这次来到选择找一位 能跟我一起有共同爱好的女士 我们一起爬爬山 玩一些其他运动也可以 找到一位性格开朗的 跟我一样 我们俩一起有机会 去骑车走天下 哎 你看他骑那摩托车那帅嘛 我觉得会不会很安全系数上面 是不是会有一些让人担心呢 他那个骑摩托车的活动 我觉得有点危险 是吗 我觉得他要出去玩 带上我要坐摩托车 我就担心不会把我掉下来 您今天是骑摩托车来的吗 没有 我跟我的同事开车过来的 上次是骑摩托车来的吗 上次是骑车来的 上次关键在哪呢 他不来吧 然后他手机还接不通 我们狂打 后来他一说我也理解了 你说他开着摩托车 那手机想他听 确实听不见 给我们这着急 上次我们录像 就推迟了一个半小时 但今天开车来了 开车来了 然后到三元桥了 一看 现号 然后我们赶紧去找一个地方 把车先割好 赶紧就打一车 打一车 然后赶到这儿来 一看是九点半左右 还好 您是不是特担心 又迟到啊 对啊 确实不太好啊 好 您对我们这位女嘉宾 印象怎么样 不错 外形气质都很好 然后刚才您讲的一些经历 我已经在后头都看了 其实我觉得您放下这些东西吧 过去了就过去了 以后会越来越好 请问您对台下那位 我看过一两集 然后您的表现呢 就是给我感觉非常柔弱 就是不像您刚才在台上 特别爽朗 大方 然后五岁也特别夭壮 就是我特别舒暂 请问您不会跟一号男嘉宾一样 也非常喜欢这位女士吧 没有 我觉得一号男嘉宾啊 比我的优势在哪儿啊 因为我不会像她是 她是一号男嘉宾说是厨师 她可能如果在平常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可能她的一些经历 还有她的一些记忆 她可能会更照顾好 也就是她曾经 她现在也是 她只不过就是说调到管理了 在家里来说 她不可能是管理层 还是应该是 那您在家里呢 我以前在家里 我是服务 也是服务层的 但是呢 我现在一个人了吧 可能就自己照顾好自己 就变成管理层了 因为管理自己也算是吧 那请问你 管理层之后 你准备管理另外一个人吗 我不是去管理 我去服务一个人 准备服务吗 对对对 因为如果以后 我找到了另一半的话 我可能会去用我的方式 去服务她 然后再去跟对方沟通 比如说 比如说她 咱们就说 然后我看一下 您体力在这儿一下 当然了您不至于 找一个这样的 那肯定不至于 找一个这样的 你坐下 我明天会给你测课好好的 是吧 她现在的具体要求是 头疼 脚疼 肚子疼 三疼 就哪儿都疼 开始 怎么前两天还好好的 今儿 你看你这毛巾被 背我裹那么严 怎么回事啊 别动 别动 不是 我这跟你说话呢 不舒服 不舒服 我看眼睛 这样吧 来那体重看有没有发烧 你以前是不是有这毛病 扎哪儿呢 太凉了 这个比较滑 可能还真有点低 在这儿 别挡着人家电视台的镜头 你还是有点低烧 低烧 对对对 哎呀 老公你说这怎么办呢 头也疼 骨头也疼 啥也不想吃 就想凉凉的吃个大西瓜 但是现在是半夜了 是不 像你现在发烧 你不能喝凉了 谁发烧了呢 你不说浑身难受吗 不是发疼吗 头也疼 骨头也疼 就是发烧了 你给不给吃吧 西瓜呢 我可以给你去买 但是先听我的好吗 一会儿我给你熬点姜糖 她确实能还见你 这是谁啊 这是你们单位的 妹妹 这个啊 这就是刚才 不是你回家带着你回来 不是 不是 这不是楼上的吧 你不认识了 你好 姑姑你好 你怎么每回 我一生命 没有没有 有事啊 不好意思 我们家衣服掉 掉你们家了 掉咱们家的阳台上了 你赶紧给人拿去啊 行行行 我就想问你 她咋老上咱们家了 你不是喜欢她吧 你们这个衣服也真可挺怪的 怎么一到她生命的时候 就往我们家上掉了 可能以后这么说吧 别让我老婆担心了 行 不好意思我马上搬家 好吗 你今天就搬吧 好吧 现在这儿还疼不疼了 疼 你还是去搬家去吧 给我揉揉吧 谢谢 哎呀妈 老公 揉舒服点 下面两个手 好好好 哎呦 这怎么弄 还是挺细细的一个男人 一号女嘉宾 您觉得刚才这过程中 先生表现怎么样 表现得非常好 嗯 很多地方都表现得很到位 然后先安抚他的情绪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幽默 然后懂得 以生活情趣的一个人 我倒是觉得你很好 嗯 谢谢 谢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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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台一下吗 可以 请来到现场 这个一号先生 齐飞一会三点钟有通告 即将要离开现场 请问 你有什么话对他讲吗 有 有 您可以向前卖一步吗 可以 你愿意向前卖一步吗 我不卖了 哥们啊 我卖出去干嘛去 你愿意再往前卖一步吗 可以 你买啊 再卖 你真不参与了 我把机会留给一号 还挺够意思 那您请坐吧 你对二号感觉怎么样 二号没孩子 不知道他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您有什么话对他讲 希望通过这个 这次选择栏目的 能够与你相识 如果说我们有缘的话 能够与你牵手 希望我们能够白头偕老 谢谢你 这怎么了 这白头偕老 没信 你觉得呢 说不清楚 反正这个男的 对一号队 起飞是挺有感觉的 天儿你想清楚了吗 每一个人的机会 并不是很多 但是机会来了 希望我们一个人 都要好好地去把握 真的看上了 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吧 有演员 挺好的 你打算疯狂追求一下吗 可以 你打算怎么疯狂一下呀 轻轻地拥抱一下吧 那个不可以 那又不可以 可以握握手 可以吧 那可以 是这样的啊 我知道您一会儿 也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然后如果现在让你 不去这会议了 就要下午约会 不去了 就放弃了 去吗 可以给他办法推迟了 好 但是今天我调了这个 这会议是 一千万的一个大单 也不是 就是关于一个夏季的 一个餐饮安全的一个会议 那也就是说你为了它 你就不顾我们夏季安全了 我们去 不是 因为这个安全会 我们就是随时都可以开的 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 就是都是开的 但是我们思想 你打算把下午的会 推在哪一天 我不去的话 还有我们一个项目经理 他参加 他会通报我 让项目经理去 对 项目经理下午也去约会了 他不会的 因为刚才我们通了电话 他这个我 去不了这个参加 他去 他可以参加 然后把这个会议内容 那个通报给我们 然后 现在距离他离开现场 还有15分钟 您愿意跟亚蒙单独交流五分钟吗 可以 关键你愿意吗 可以 首先我觉得在台上 说给五分钟 我觉得我不想拒绝 因为是 我觉得您是一个特棒的一个人 然后善良 还有特别真诚 挺让我感动的 我也想在台下跟您说 您一定会 一定会找到 您喜欢的 一定会的 我也祝福您 谢谢 我也祝福你 那个早日找到你的幸福 谢谢 我来问一下朋友 您好大哥 你好 推荐一下你这位哥们 怎么说呢 您紧张了 您单身吗 我带了一个 女朋友还是太太 我一看多老 我肯定得结婚了 应该是 所以您这确实是结了是吧 还说我们同事吧 好吗 我也没说 要说您是您自己说的呀 来推荐一下 不是就说这齐摩托 哎 发桶 齐摩托只是一个爱好 偶尔其解 然后呢 这个 他在你们公司人员怎么样 无事严很好 人也本分 抠门吗 抠门也不抠门 很大吧 您希望他脚子什么样的 他要快觉得哪个好 可以 我们支持 啊 支持 我特别想说一下 他为什么带您来 我也特别想知道 上一次带的那女孩是谁 上不可能 怎么就不可能了 我们可以问他 我问他干嘛 上次带 他肯定又不相信 你不相信吧 来请看大屏幕 您怎么那么高兴啊 他的 他很了解我 对对对 因为我们俩是一个班 我父母因为岁数很大了 春节前后做了一次手术 然后呢 就是说我 就是说岁数挺大的 就平常都是在那个 照我回家看看 我弟弟呢 孩子也小 我呢 然后他呢 哎呦 说到哪儿去了 我这 你说那儿呢 您先说 您想找个啥样的吧 我找一个就是说 他能驾驭我的 我们相互能理解的 就可以了 比如说一位女嘉宾即将登场 您是希望她穿绿色的裙子呢 还是希望她穿粉色的裙子 如果有三个裙子 绿色 红色 粉色 你希望它是什么色 粉色吧 如果粉色 再搭一个红色的外衣 白色的外衣 绿色的外衣 黑色的外衣 黑色的外衣 你喜欢让她搭什么样的外衣 白色的吧 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 哎呀 亲爱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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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的颜色都有了 对呀 挺性感的吧 对 不过身材有点偏胖 汪文殿老师 齐飞回到现场 我让他交定五分钟 他就交定了一分钟就回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一分钟 那就说明人家已经 被撵回去了 没有 那没准人是留了个电话 说晚上给我打电话 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一号先生您好 什么情况啊 我觉得那个我不太适合他 你看 您这变得也太快了 他进去就挠你的脸吗 他进去就扇你的嘴了吗 怎么就一分钟就回来了呢 我觉得他这人挺好 但是因为他也跟我说了 就说希望能我能找到一个 说 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因为工作原因 张亚萌不得不提前离场 她的离开 让一号男士增加了几分失落 她甚至也想离开现场 但是几经考虑 为了尊重在场的其他女嘉宾 一号男士还是选择留到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二号女嘉宾的情况 二号女士王显英 42岁 黎毅私勤老板 河北户籍 园籍四川 做什么生意的 开美容院 再给朋友合作幼儿园 会很忙吗 还可以 因为好些都是他们在给我打脸 我是来自四川绵阳的王显英 户口是河北寒门 来得这么多长时间 差不多十年了吧 是一个能带她的人吗 怎么说呢 还可以吧 我想找一个比我大五岁到十岁左右的男士 品质的一定要好 有责任心 你觉得你自己条件在我们这里是不是算不错的呀 算不好的吧 对 因为这位女士 其实我们觉得她自己条件很不错 但是呢 她一直跟我们的编导说 啊 我条件太差了 就感觉好像不够自信啊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吧 家庭的原因 什么原因可以告诉我吗 因为我出生七个月的时候 我妈妈 但是我也想改变了 我买了一张 就是好 我买了写真 我买了写真 那你穿到写真 最后一天 我买了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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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最后一天 我买了写真 边买写真 你忙碰写真 我买写真 有沒有写真 我买写真 你能买写真 我买写真 写真 你会把写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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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的这么爱户外的 然后我感觉这女的蛮宅的 就是这两种类型的话 那个墙牵扯在一块的话 可能也不是特别适合 来 我看一下姑娘 姑娘您好 哎呦 这么漂亮的女儿啊 您好 您好 看到妈妈刚才在表达 会不会心里很酸 会有啊 我妈是一个 挺有故事的人 嗯 我不想说这些 反正就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对的人吧 嗯 妈妈这些年一个人带着你 很艰难吗 我其实一直挺自私的吧 嗯 我跟我哥 我还有个哥哥 就是我们一直 嗯 爸在我妈这么多年 然后她等于是 没有过爱情 她在 比我还很小的年纪 就 就跟我爸结婚了 其实是没有 没有爱的婚姻 然后她想 就 离婚 我跟我哥哥就很怕 然后就不想离婚 然后 她就一直忍到 我高考案的那一年 然后这么多年 然后一直是 就回到家 是跟我住一起 没有 就没有跟我爸爸 在我一起 印象中 反正 他们俩也就是性格不合 两个人都挺好的 我爸是身体有残疾 然后 我妈就很很委屈吧 我现在长大了 理解一个女人 然后 我觉得 她真的为这个家 牺牲太多了 妈妈的上一段婚姻 是因为当时的家境 当时的情况 她可能太缺乏 安全感了 就是觉得 就是有一个我爸那样的 不会受欺负 我妈是比较强的那种 比较要强 要自尊 要尊严 她想 想给孩子 更好的生活 谢谢 谢谢 然后她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 没有别人 没有别人想要的那种 所以她一直都 都在自己努力奋斗 然后整个自己一直在牺牲吧 然后我现在能接受了 我就特希望 我妈能找到一个 有足够能量 能够温暖她 包容她 给她足够安全感 给她一个家的那个人 让我放心 有的就是特别的 这个 同情这个 就是爸爸妈妈的 这些个婚姻这些事情 懂事 但是有的就是 认为就是什么 她就应该做 就是对她有什么什么 他就是又特别 抵触这些东西 我其实一直在看 齐先生 我觉得他的眼泪 都要掉出来了 他看着灯 把他给忍回去了 齐先生能告诉我 刚才女儿的这种介绍 会很打动你吗 他说的一些东西的话 确实是 因为当妈的 和闺女的视角 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当妈的 没觉得到 但是当女儿的 把这些东西 会呈现在 一直很长的时间的 要不是他小时候的事情 他记得很清楚 所以说 您真的非常不容易 带着这么一个 非常漂亮的 非常可爱的女儿 然后呢 他一直陪伴着您 我觉得您 应该不要再去难过了 好不好 谢谢 对对对 要往前看 过好自己现在的生活 你准备给他 刚好的生活吗 我目前来说 我经济装好 能没他好吧 他您是自赢的是吧 对 然后生意来说嘛 慢慢的 也不要着急 您现在有多少人呢 员工 就是十来个 美容院有十几个吧 那就很不错 幼儿园里边 也有几十个老师 那很不容易 这位女士 您对我们这位 现在印象怎么样 她对你那么感同身受 挺好的 先生 如果让您给这位 女嘉宾打个分 您会打多少分 九十九 不是 光老师 这叫有戏吗 我觉得很有戏 但是他们俩之间 现在隔着一层东西 大家都不敢去碰 第一 先生 您千万不要抱着怜悯 今年的他 不接受任何的怜悯 不接受任何的可怜 如果他从你的身上 卡到一丝一毫子 这种东西 他马上会拒绝 因为他不需要 他也最怕这个东西 他走到今天 奋斗了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 不让别人再可怜的 所以他才能够今天这样 而反回来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一直在犹豫 这位先生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 他很怕是 你在这个舞台上客气 我认为他 希望这位女士 对他有感觉 因为这位男士 表面上强势 其实他内心有的时候 也是有自卑感的 因为你这样的人 是属于很多 北京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就是说 只要我活得不错了 我就不太 非要弄上什么千百万 他不对这个 不是很感兴趣 对 只要能让我 他要生活得快乐 只要能快乐就行 但是对于这位女士来讲 如果说 他要能愿意跟你过在一起 你所有的快乐呢 有一瞬间 大家就更快乐了 所以说他们之间呢 我觉得可以举花 试他一试 对 这是个实实在在的说法 好先生 您即将离开现场 有什么话对他讲吗 我带去想想 然后呢 住民在台上 能找到适合助理的人吧 谢谢 别着急 您给这位先生打多少分 打90分吧 很好 先生 好 这边休息一下 我们俩的气质上是有差别的 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彼此之间这个 疲惫度上还是有差别的 您告诉我 那时分差在哪里了 就是说他的生活方式 我有点接受不了 你怕他爱玩 有点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二号女士 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士 她所过的事情呢 都是在不断地去为自己的 以后是拼争也好 还是是努力也好 她现在达到这个高度了 我觉得很为她倾向 我希望她能很好 去在以后的生活方式 去找到一位 适合她爱她的观 小的时候 你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想妈妈吗 想 特别希望能见到她 对 别人告诉你妈妈去哪了 因为那会儿 给父亲在一起生活 就一直就不知道 妈妈的去向 后来就是长大了 结婚以后到外婆家 才知道我妈妈的去向 孩子两三岁以后 才去认了我妈妈 那也就是在你成长的经历中 她从来没有管过你 从来没有过 会不会心里有点怪缘她 陈军有过 小时候有过 所以你其实从内心里来说 是个非常自卑的人 对 我今天看到你选择了一双 特别高的高跟鞋 因为我各自爱嘛 对 所以我就是在想 可能这些都是让你曾经自卑的一个原因 对 所以第一次婚姻选择了有点荒唐 当时可能就是因为我父母的原因 就像女儿说的一样 爸爸也是好人 对 他们家人都挺好的 就我婆婆对我像亲姑娘一样 只是你觉得那不是你想要的 对 就是当最后过到了 其实已经没有感情了 对 为了孩子你再坚持 你觉得自己深深的爱过吗 没有 你应该根本就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滋味吧 所以从这点来说 我却突然觉得一号女嘉宾似乎更幸福一点 好歹她有过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 对 其实我挺羡慕她那对 但是五岁孩子可能还是男 你想她的女儿都已经大了 都已经成人了 不会影响到二人世界 但是这个孩子会跟着我一直在生活 我得要做好监护人的这一面 所以肯定会进入到二人生活这块 我倒特别想见一下三号男嘉宾 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到底三号男嘉宾喜欢的是谁 咱们热烈的掌声有请三号男嘉宾 天儿您好 您呢 这可不是刚见过面 您好 三号男士胡克松 46岁 贵婚 游泳教练 北京人 身高一米七七 请坐 您那拳打得不错呀 还行吧 我的印象反正就是 哈哈哈哈 还是那样 来 先生 您把您那拳好好打一下 好 今天做这个好不好 他怎么还能跟着节奏一下 那个练呢 觉得怎么样 身体应该还不错 很精神 好 对我会 嗯 哎 王老师 您别说啊 他这拳真是有功夫了 对啊 您这练的多长时间呀 我这是半岁落 二十多年 咱幼儿园门口是不是需要 有人处理紧急情况 说来了两个长得像老庄的 然后你想 他就这肉糊糊的出去 三八两 摘死了 美容卿 咱是吧 收费的时候来了俩 咔 你想 啥情况啊 我们看一下上次男嘉宾来这里的一个情况 嗨 大家好 我是胡克松 我是北京人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 有趣用的找我来 嗨 除了做游泳教练之外 胡克松还在健身中心兼职拳击教练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小店工房 这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 我从小的因为比较喜欢这个传统武术 这个以前训练呢 是因为是我很 从很强的就从事以前教练 现在已经将近三十岁 现在上次您说一定得要个自己的孩子对吧 是吧 所以这个对你来说有一点压力 压力非常大 嗯 其实你就结婚太早 咱俩就差三岁 你那孩子这么大了 我那孩子还这么大 其实要孩子也是一种办法 催着姑娘赶紧结婚 抱个孙子也挺好的 对不对 对呀 对呀 一样 是 可好玩呢 我告诉你 我最近弄了一个 好玩 啥 谁的 我儿子的呀 谁的 谁的 对呀 胡先生 对我们二号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挺好 您说您一直心里有一个人 谁呀 就是上次做完节目以后 我觉得就是您呀 我呀 改变了我好多看法 是吗 我改变您什么看法了 原来有身高 是吧 有名 你突然觉得矮个儿也可以是巨人 对 他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 对呀 不是 你以前想找多高的呀 一米六五以上是吧 对啊 好像是 就是您觉得矮个儿的也行了 第一改变 第二个呢 年龄 就是您一见到我以后觉得 快四十的也凑合 就是二十到五十的吧 都可以 第三个改变呢 第三个改变呀 回去呀 要升职 结果这个升职啊 报告上去了 我们那个 人事经理呀 可能没批 人事经理啊 就是也是一个女的 比较厉害 就是他那个眼神 他老是用那个 膀胱看人 就是 您怎么说完 你的人事经理不得找你谈话呀 对呀 谈就谈吧 那也没办法呀 上次就是你让我 非得上来打王岛 结果王岛最后节目 结束的时候 也是拿眼睛 也是拿膀胱看的 关键是上次录完节目 我看出来了 您这个 就是精神状态 好像不好了 没有上次好了呀 不是 这等的时间太长了呀 刚才你看那个 齐飞走了吧 一号要回家 你知道吗 我说咱们就赶点结束 是不是 给人心给伤了 二号呢 二号 没有 还没接触 二号 我看出来 你跟一号一伙的 您上次回遇 又没碰到个合适的 没有啊 生活比较单一 就是 卖课上课 就这样 卖课 就游泳课 对 您在哪里教课呀 我就我们那边 游泳馆里 游泳馆 你生活愉快吗 生活很愉快 您业余生活 爱干嘛呀 滑冰滑雪 游泳 骑摩托车 我也游泳 但是只会挖泳 自游泳一点点 但是他跌泳都会的话 说明他游泳很好 这么介绍一下 您对这个先生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但是他未婚这件事 你能接纳吗 这个我要考虑考虑 倒不介意 只是 像他这个年龄 是不是想找一个 也是一个未婚的 我其实确实要 隆重推荐一下 这位先生 就是练拳的人 他的内心呢 真的是 就必须得无比强大 我内心无比的脆弱 所以才练拳 是啊 我就说你必须 变成内心非常强大的人 你要不强大 你很多拳坚持不下来的 不是 他有内涵 有内涵就能坚持 你看他达到四如之境界 整体如入身中 半千忙发如体肌肉若衣 这四如之境就达到了 算了 别说了 就到这了 因为我爸就特别喜欢锻炼身体 我妈妈就属于那种 附属型的 所以我爸爸就每天带着他 上午锻炼两个钟头 下午锻炼两个钟头 我觉得两个人也过得挺幸福的 所以我特羡慕 所以可能跟他吧 可能他会带着你去锻炼 那你为什么担心这么多年吧 我替他问吧 单身这么多年 一言难尽了 跟王导似的 王导懂的 你上次恋爱什么时候 我想啊 你有多少次恋爱啊 多了 就是介绍的很多 牵过手的有几个 还老不到牵手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你知道吗 牵过手的有多少 就拉手 就是牵着手 可以拥抱的那种 三个啊 上一段能跟你牵手的是哪一位 时间长一点的 就那蒙古女孩 蒙古族 不是蒙古族 是内蒙古 蒙古脸 就是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碰到过一个外国的女孩 对 上次你说 对 那还算感觉不错 还可以 也就是说 您这性格只能找外国女孩了 我只能找那种 能照顾过的 还是怎么 是不是呀 那就是得救和她的这个情绪 其实她是个很独特的人 是 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人呢 有的时候可能 她的概率低 但是一旦找着以后呢 能过下去的概率是高 要不是那王老师 对 看心理医生 而且关键 她还很挑剔 昨天治疗去了吗 我昨天就去治疗 去王老师那 没有 自己治疗的 喝了二两二波头 打了四个小时的斗地煮 在外面待的人 人吧 就是可能眼界要开阔一些 然后接受的程度 也要高一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 有请各位 您还在呢 我以为您已经开会去了呢 选择吗 希望通过这个 这次选择栏目呢 能够与你相识 如果说我们有缘的话 能够与你牵手 希望我们能够白头偕老 谢谢 谢谢 我也想在台下跟您说 您一定会 一定会找到 您喜欢的 我也祝福你 那个 早日找到你的幸福 谢谢 选择吗 我放弃 谢谢 来 二号先生选择吗 好 您对我们这位女嘉宾 印象怎么样 不错 外形气质都很好 嗯 然后 刚才您讲的一些经历 我已经 在后头都看了 其实我觉得 您放下这些东西吧 过去了 就过去了 以后会越来越好 这鞋挺漂亮的 鞋也漂亮 我的天哪 但是 很有缺点 但是 我觉得 他可能看不上我 二号先生选择吗 我也放弃 放弃 不试试了 我在试着吧 好 三号先生 放弃呗 好 我们今天现场呢 有两位非常优秀的女士 三位先生呢 也非常的优秀 如果大家喜欢她们 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再见 一个妈妈 两个女儿 因为我两个女儿太辛苦了 我们这个家 就两个女儿在支撑 当她遇到年纪轻轻 竟是玉石界鉴定的行家离手 不错 人一眼都能认出这个木蜡长走 还是不太容易 你家你选择了她 将来结的婚室 她送你的东西 一定值百万哦 希望跟你多交流 对你印象真的很好 年轻时尚的北京女孩 也加入竞争 比武尽显男儿本色 每月歌后 能否获得男士们的青睐 我都相信 一切精彩的进展宁愿选择 你的长发 你的身影 深深烙印在我心底 第一次说爱你 我想你成为我的女人 想了很久 我想想她情婚 所有回忆 都存在我们的爱情里 感谢她